旧版,就是说这个版本是2007,不过2007跟2012差异性大不大,其实非常的大 但是我刚刚讲过说,我会希望我 无论你是用新版或用旧版,其实 都可以调整一样的界面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想请各位 先开启我们的CAD CAD我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要必须在 我们的C跌底下,D跌底下 找到这个CAD 我们的这个,然后把它执行起来 那开机之后,它等于是重新开机 开机之后呢,在我们的桌面上面 就会有一个OHOCAD的软体 那把它执行开来 那执行开来之后,当然你在 新版跟旧版 会有很大的差别 可是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用2012的话 你可以把它调整 这边有个叫什么 AUTOCAD典型 因为每一个版本里面都会有一个 配置的方式 就叫做AUTOCAD典型 那这个配置的方式 无论哪个版本都有 而且你 调整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 会发现它的位置都会放 一样的位置 那我们怎么去做调整 需要做一些的调整 可以让我们好工作 首先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把这个环境先 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呢 原则上有可能 你们刚刚会遇到一个问题 可能会是全萤幕的 全萤幕有没有 ALT加Enter 太大了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太大了 那你要怎么把它调小 其实很简单 这边把他稍微 稍微把他拉一下 拉一下 他这边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视窗里面 你可以把他往往这边说 你会发现 他会 让我们把这个视窗 稍微说一下 他可能还没完全开 开 在一起 Videomore 吐不上去 谢谢观看